大家好 我是Vivian 又到了可以自由享用生蠔的季節了 別再烤著吃了 今天給大家推薦個蔥薑炒生蠔 壹口壹個 滿足又過癮 趕緊開始吧 今天花30塊買了兩打生蠔 個頭兒挺大 敲開瞅瞅吧 先找准縫隙 然後壹插到底 再左右滑了幾下就可以打開了 調製蠔肉的個頭兒還真不小 今天算是有口格 繼續撬開所有的生蠔取出蠔肉 大家也可以直接購買罐裝的蠔肉 更簡單省事 開殼的時候難免會把蠔殼撬碎 所以最好清洗壹下 避免摻進雜質影響口感 洗淨之後用廚房紙巾 或者是乾淨的毛巾 先洗乾水分 再撒些胡椒粉 玉米澱粉 抓拌均勻 醃製壹會備用 下面調個醬汁 碗裏倒入10克蠔油 10毫升生抽 少許料酒 胡椒粉 壹勺玉米澱粉 再加入適量的清水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再來準備壹些配菜 香蔥壹小把 蔥白蔥葉分別切段備用 青江切片 大蒜切成大丁 熱鍋加入稍多點食用油 油熱後下入薑蒜壹起翻炒 炒至蒜頭的邊緣焦黃 再下入蔥白 轉小火繼續翻炒 炒出香味之後再撈出備用 這時候將洗淨的蠔肉下入油鍋滑炒 先不要翻動 只需要輕輕地晃動鍋子 不要粘鍋就好了 炒至生蠔的邊緣卷起 再用勺子翻面 繼續炒30秒 這時候再將鍋裏多余的油盛出來 用來炒菜味道非常的鮮美 過油的蔥薑蒜再次回鍋 淋上醬汁 轉中火收汁 最後撒上蔥葉 翻慢均勻就可以出鍋了 今天的這道蔥薑炒生蠔非常鮮美 現在正是品蠔的季節 價格便宜 個兒大肥美 你可千萬不要錯過這道美味哦 用愛烹飪用心品味 我是薇薇安 喜歡我的視頻 就請關註 點贊並轉發 以後每周都會送上美味的料理 謝謝支持 下回見嘍 特別特別鮮 對 好滿足好開心這種吃吧 嗯 一口一個 而且真的是吃豪子季節 嗯 又便宜個兒頭又大 它前面辛苦 這後面就享受了 嗯 沒 連蔥蒜就吃過了 來進